来不赌不快你开麦 喂可以听到吗 可以来不赌不快 安安几岁哪里人 33岁湖南人 好33岁湖南的网友 好来不赌不快你想说什么 其实今天5030还是讲了一些 我觉得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也觉得 对对对 其实按照你今天主题 就是讲一国两制成功了没有 我觉得不管是你看谁来评价 评价的主体不同 或者评价的标准不同 其实最后出来的结论都是不一样的 当然从一国两制 如果按照他就是说 为了让香港澳门和台湾 要回归回归中国大陆 那么对香港来说他回来了 对吧收回了香港的主权 那么从这件事情的意义讲 你肯定说是他是成功的 但是如果讲回归之后的25年的时间 我个人的认为我觉得不算成功 那其实这不成功嘛 回归之后这25年不成功 对我个人不算成功 因为你一国两制 你把它这四个字 你拆开来讲的话 你说一国对于香港的 就是人来说 他对于中国人的身份的认同 或者等等 这些从回归以后这段时间来说 那么从19年的事情 其实就已经可以证明 这个事就不算成功了 那么这个就不说了 这个事情都在知道 那么讲两制的话 那么当然这个两制 对于香港来说 主要讲的就是走资本主义制度 那他的资本主义制度 有没有运行得很好呢 我个人觉得好像也没有做好 因为其实你说香港要搞一国 搞资本主义制度我认为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么就是其实我想 其实中共他本身 他可能也想着拿这样一个地方 来进行一些尝试 看看究竟会搞出什么样的 一种好的状况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YouTube声音没关 对对对 你把它关掉 好来你继续 稍等一下 好可以了 但我觉得就是在香港走资本主义制度 他至少他有两件事情是没有做好的 那么其实讲的就是我讲的就 其实前面网友也提到 就是截止资本和平均地权这两件事情 但有些人会觉得 这两件事情难道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可以做 资本主义你也要做这两件事情的 但其实我们说对于资本主义制度 他这两件事情当然可以做 对不对 其实这两个事情是谁提出来的 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当中民生的内容 他对又提截止资本又提平均地权 包括老蒋到台湾之后他不也是学老共搞这个口感吗 对不对 事情他并不存在性质新设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制度他是可以做的 香港他没有做好这两件事情 没有做好两件事情 刚刚5030他提关于住房的问题 其实就是说因为都不说中国人 整个儒家文化圈啊 我想他应该都有一个需求 那当然就是对于成 那个农村的人来说叫跟者有其田 对那对于城市的人来说叫做居者有其屋 对吧 那么这两件事情其实他核心 其实都还是土地的问题 都还是土地的问题 那么但是就是说 老共之所以在大陆 他能够把国民党港到台湾来 其实他就是抓住了跟者有其田 他因为中国最多的人是农民嘛 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土地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你解决到 你就能获得大家的支持 你就能够获胜 但是你到你香港回来之后 香港老百姓的居者有其屋的这个问题 到底有没有得到满足 那事实上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我这个地方我发一张图到这个主板区吧 看能看得到没有 对这是这个从1980到2018年 整个香港的这样的一个租金 和房屋售价的一个一张曲线图 但在回归之前你可以看到 大概是从1987到1997的这十年间 整个香港的房价 大概是十年里面涨了十倍 也就是说其实回归之前 香港的住房问题已经变得很严重了 但是在1997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这条线有下降的部分 对不对 这么有大概几年的这个下降的过程 那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一个当然是正好香港的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 那个时候对于房市是有很大的冲击的 对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当时香港的守恩特首董建华 他在上台之后 他搞了一个叫做八万五计划 也就是说要用他好像我记得大概用十年的时间吧 每年向香港的市场提供八万五千套住房 希望用十年的时间解决香港百分之七十的人民的关于住房的这个问题 那其实我想如果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得以实施的话 那我觉得19年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事情 其实当然从中共的角度来说 就讲这个东西是颜色革命啊 对吧 是美国在这里面做 但是我们一直都讲外因要通过内引起作用 对对没错 香港自己内部没有本身自己的结构性的矛盾的问题的话 那外面他也没有办法能够做得到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嘛 对吧 是这个道理 所以就是说香港他本身的社会 他是有这个问题的 但这个问题我们讲在 就是我们就讲住房问题好了 从在97年之后 其实他有一段时间下降 那么这个董建华希望用这个八万五计划 来解决香港人的这个住房的问题 但是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其实可以想一想 如果房价下跌了 谁高兴谁不高兴 那个开发商不高兴啊 对开发商不高兴 老百姓不高兴 当然就是买买 没买房子的老百姓 对对对 买房子的也不高兴啊 对但是买房子他也不高兴 包住公包住婆们不高兴 对不对 对对对 好 但是我们说那这个社会的舆论权 或者谁的声音又掌握在谁的手里 资本的 资本的手里 所以当时其实就是说50万人上街 反对董建华 反对他的八万五计划 然后就把这个社给搞黄了 我们说50万人上街 人多不多 很多啊 对不对 但是这50万人 是香港人的多少分之一呢 香港大概七八百万人吧 对对吧 十四分之一十五分之一十六分之一 嗯 那这50万人他把有利于大多数香港人的事情给搞黄 嗯 那这件事情那从我们从一个中立的角度或者持工的角度来讲 那这件事情是个好事情还是个好事情 嗯嗯啊 所以你看从那之后啊 再看这张图03年往后到今天香港的房价就是一飞充电 因为就没有办法了 嗯 所以所以我就我的观点就是就是在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这两件事情 其实在香港回归之后你即使你是个资本主义制度但按道理你应该去做 而且他售价售价值数你我看到这个我看他售价值数长好高哦 他跟租金只是差好多 对啊对啊就是大家都租房子了啦 嗯 就19年那个时候就是数据好像是香港岛上是两二十万二十二万港币每平啊 嗯 然后 对对对 嗯对就就就就就就稍微低一点十九万嗯 然后新界更低一点十三万但是反正你都贵啊 对对对对对都贵啊都贵啊 嗯 嗯 我讲到这里也有些人讲到大陆的这个房价你北上广深也很高啊 但是我我的观点是什么呢我的想法就是你这个大陆再高我感觉就是说还是大家踮一踮脚通过奋斗能够摸得到的那个东西 嗯但是香港就是让对香港的年轻人感觉绝望的对东西对所以你说在这样一个绝望的会议当中他心里有没有怨气他需不需要发泄他需不需要释放嗯那肯定啊啊 然后碰到一个反修率这个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香港年轻人他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是资本主义他本身的没有得到节制的问题嗯他把这个东西怪谁他怪中央政府怪中共就一国两国 但这个但这个里面我们说中共有没有有没有值得讲的东西我觉得也有嗯就是我我个人觉得就是中共在呃香港问题上面他一直都在走什么走上层路线嗯就唱之前很长啊对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就他觉得就把这些有钱人把他们抓住然后让他们不要去跟中央作对哦他觉得香港香港就可以稳定了OK 啊但是这这个其实你讲是一个在短期内或者说你觉得是一条比较容易的道嗯因为你只要只要只要抓住这几个人就可以了嘛好像就就就好像就平安无就可以平安无事啊香港就好像很好的样子嗯但是我们讲那里面最核心的背后的最更深层的那个矛盾是没有得到解决的嗯也就是说别大部分人的诉求 香港人的住房居住居住居住有其物的这种诉求这个这个诉求是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嗯那你想想老共当年我说四九年之前他是走了一条很难的路他是为了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对才拿下了才拿下才获得了革命的成功对不对啊但是你在香港的问题上你没有去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而反而是走走反面我们说老蒋其实 在在在四九年之前他也哎文人啊或者什么或者说这个这个有资本家什么的他其实在不了解中共的时候他也站在老蒋这边啊嗯嗯嗯上层是很国民党是抓上层还是抓的好的对没错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那中共他自己他要吸取的教训就是啊就是你不能够去为了简单或者为了容易去走那个上层的路线最难的路你是一定要走但是他也不能够 走以前那种什么打土豪分田地的那种方式那那那那都是那都是所以其实这里面你会觉得这要怎么做嗯其实这里面你会发现其实更难嘛嗯嗯对吧更难而且其实我就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个时候大陆和香港大陆对香港是复制是仰视的嗯因为你香港的人的生活条件或各方面财富都比都比那个多啊 那香港人回头看大陆是什么是复制的嗯嗯所以他他他他就是觉得那你大陆人就是一堆穷亲戚啊我自然有很强的优越感啊原来可能还没有那么强 原来因为有英国人压了老的对吧英国人英国人一走哇然后自己然后跟大陆人比我很好所以他这个心里的优越感他他干的很强他就觉得没必要跟你大陆搞一致或者要怎么样他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嗯所以你回头啊当然我们说现在香港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了嗯那就干脆就从头来那先把一国的问题先解决好这个是根本的问题 嗯那就是讲的国安法或者是说等等等等啊有些人反正就是说这个即使你这是必须要做的这没有选择嗯这这对于对于中共来说或者等对于整个中国而言啊这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没有选择那至于后面那我想那还是要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嗯大多数问题所以你想就是搞越港澳大湾区那你香港人是不是可以没有必要你只在香港找未来你可不可以来大陆来的广东 对不对这里有很多的机会啊对啊那你到底这里来你像那你其实现在已经很多香港跟深圳是互互相走来走对对对对那所以这个其实还是从大多数人的诉求是解决问题那我觉得就比之前的那种搞法他肯定还是有还是有进步对不对或者说他能看到一些问题就是你关键你还是解决老百姓的问题你光你光走上场路线是是是是没有用的啊他一时还好嗯但是 就是长时间肯定会有矛盾表出来好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再回头看啊那如果要解决台湾的话我就认为就可以等嘛因为你现在你像台湾你说等什么矛盾再激烈一点还怎样等什么就是就等你这比如说民进党你你你你刚刚你回5030说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然后日子可能过得越来越差我觉得就就这样再下去啊再过个再过个五年然后你这个是我今天啊就是如果讲台湾和香港同时同样的回国问题大陆人对台湾至少没有仰视了嗯我认为啊我觉得现在大大多数大陆大陆人民对于台湾如果要回过来就是你要说是亲戚关系那我也不认为你台湾是父亲戚我们就是穷亲戚原来是这样子但现在肯定没有了啊 那如果不要仰视都有一点俯视了哦对对对如果如果大陆再再再再再好一点嗯台湾再差一点然后那个时候说不定说不定就是说你再把台湾拿回来那可能就没有到就当初香港的那种傲慢嗯可能大家觉得哎还挺好的因为就是说人嘛其实很很很简单今天其实很多人都都在谈什么制度啊这个那个其实最最最根本的还是日子播的好吧嗯 如果如果你通过到时候无论是武统也好还是合同也好你把台湾搞过来台湾再塞一个比较低的起点然后在回归之后日子能够过得越来越好的话再走上坡路那其实到时候你过然后再过个25年然后来评价台湾的一国回归之后一国两制到底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嗯那那你那这个结论嗯对不对 嗯其实其实我觉得其实跟买股票一样的概念啊啊要等逢低再买进啊对对对对啊因为人人的心态不就是从比较而来嗯嗯嗯嗯嗯所以这这就是从香港的分体然后再来看台湾我哥也还有个这样的想法所以就说也不用急嗯然后反正民进党就让他你就让他在台上嘛我觉得对于至少从大陆的角度来说挺好的呀嗯对不对当然台湾台湾老百姓可能要受苦一点嗯但是这没有 没有办法这是你们自己选的选的政府对吧又不是我逼你们一定要选民进党是你们自己选的然后自己承担一些后果但是要呃不要忘记啊你不会差到底对吧总会有人来拯救你们那就是这样好OK好谢谢你啊不土不怪谢谢你的分享啊好好好很精彩很精彩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好来下一位